幸福讲讲 讲讲幸福 大家好 我是大卫 昨天发生了一件 让人非常遗憾的悲剧 一个15岁的青少年 被他的阿姨处罚 双手双脚用铜军绳绑着 跪在充满水的浴缸里面 阿姨去抽一根烟 三分钟后回来 竟然他整个人泡在水里面 就这么走了 15岁青少年的管教 应该是用关心引导来代替 权威性的直接处罚 这个青少年可能因为妈妈的过世 自己人篱下 有许多说不出的负面情绪 尤其当他的行为 没有被人家充分的理解 就直接处罚 情急之下更可能出现反抗的状况 那长辈更生气 就给他更严厉的处罚 但是呢 心与心的连结 让孩子学着做选择 学着节制 当孩子的目标是避免受处罚 他就不会以保护他跟你的关系作为目标 一旦他离开了你的视线 那么就代表没有处罚的人了 所以管教其实是为了态度跟关系 让孩子爱你 与你的心紧紧相连 其实是比单纯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更重要 爱跟关系比顺服更重要 当你知道你跟孩子心连心的地方 你会很惊讶 孩子也可以有责任心自重自治 孩子会很喜欢的跟你分享 他做了哪些好的选择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好玩 你也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很好玩 你们家会充满爱尊重和尊荣 另外一个要带大家看的是 这个出世的青少年 他妈妈在一年多前因为癌症过世 大家知道吗 在2018年 光是一年增加了多少单亲的孩子吗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有63559人 其中爸妈离婚的 有53433人 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的 4109人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 他们的环境是更困难的 我就曾经有看到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孩子 他跟着外婆住在舅舅家 但是舅妈跟外婆的感情不好 就常常把情绪出在这个孩子身上 他跟外婆共用一份餐点 没有多的 然后呢 他的衣服要自己洗 因为舅妈不让他用他们家的东西 再来他们家 这个四个孩子玩在一起 只要舅妈的孩子哭 一定是这个孩子的错 所有的棍棒 藤条 皮带 衣架 全部出洞 甚至连舅妈跟舅舅 这个感情不目 吵完架 这个也拿这个孩子出气 说 就是你害得我们家鸡犬不宁 你看 像这样子的孩子 他能够期待一个 跟他心连心的爸爸和妈妈吗 或许他的外婆 把他秀喵喵 但是其实 他更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家庭 家庭的稳定 就是家庭主流化政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国家应该帮助我们的家庭 更加的稳定 让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更健康的成长 幸福奖奖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